大豆腐呀,你别老顿着吃了,你要像我这样做,我保你又多好吃,不信你就试试,反正我做了这道菜呀,我媳妇吃了八碗大米饭 准备大豆腐,给它切成三角块,准备市场不要钱的五花肉,给它切成大块 准备一个空碗,打入防空鸡蛋,鸡蛋呢,使是我吃奶,力气给它打散,准备点玉米淀粉 把大豆腐沾点鸡蛋液,再沾点淀粉,这时候起锅烧油,油热下入豆腐杂 给它多煎一会儿,煎至两面筋活,煎成这个形成出备孕 再次起锅烧油,油热下入切好的五花肉,大伙要给它多炒一会儿,把多余的油脂炒出来 这样子就不腻人,老铁们如果你有点点这个视频,手里还有个免费的双筋 你就照屏幕给老弟按两下,老弟在这得谢谢你了 放入葱姜,八角,干辣椒 放点生抽,老抽,和蚝油 添点不要钱的锦巴凉水 放点盐,鸡精 最后啊,放个五六块冰糖 扣上我祖传的小绿锅盖,炖它七七三十五分钟 倒入煎好的大豆腐,再炖它十分钟 最后撒上性感的葱花香菜 老铁们如果你不知道吃啥做啥的话 你就给老弟按个关注,老弟主要每天